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了解的区块链项目是Degrade Crypto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它的网页上大家可以看到 Degrade Crypto呢它的页面也是非常的整洁 我们一起来浏览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有Home Futures 也就是它的主页、特点 还有它的一些信息、路线图、团队、联系方式 在这里呢可以进行点击、进行登录 关于Degrade Crypto它们的这个区块链项目也是非常的有趣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供应量、总供应量 以及它们的社区挖矿量 还有投注持、自家奖励 社区成员、它们的团队成员 为什么Degrade Crypto它是如此的不同 那它这边给了我们一个解释 首先它们建立这个区块链项目也是非常的热情 那它们的目的呢就不断的发展呢 现在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坚实的一个社区 Degrade Crypto它的代币是DCT 也就是Degrade Crypto Token 那DCT的代币它与其他代币的分发方式不同 它们是不做任何的ICO销售的 但是它们的社区名称的POS概念挖矿 是一个数字社区系统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三个特点 首先呢是它们的数据安全 Degrade Crypto代币使用的是TRC20区块链 所以它的技术安全可靠 那在这里它还有一个非常强大坚实的社区 目前它们的这个社区 在全球拥有超过了4000名的会员 那这边呢是它的一个区块链技术 这三个特点呢是它们 这个区块链变得非常的稳定 坚固安全 关于它们的这个质押代币 代币的质押 它给出了以下三部分三块 第一个部分呢是关于它的staking 也就是说它的投注 它是一种资源密集度较低的采矿地带方案 它涉及将资金保存在加密货币钱包中 以支持区块链网络的安全性和运营 简而言之 质押就是锁定加密货币 以获得奖励的行为 那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关于它的一个投注的证明 它们主要的这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它们可以锁定这个代币 可以锁定自己的代币参与者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间隔内 协议随机分配其中一个人 验证下一个区块的权利 通常被选中的概率 以硬币的数量成正比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储存的硬币 我们的代币越多 那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 去获得更多的代币 对这是它的一个三个部分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关于它们代币的一些信息 在它的这个介绍中有讲到啊 代币它是一种货币 它是任何情况下都合法的一个货币 就很像中央银行的那个代币一样 是非常合法的 那它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安全交易 第二个呢就是透明 它们的信息非常透明 那你就可以所有的用户 使用区块链的用户 都可以在这个区块链的浏览器中 检查交易 第三个特点呢是拥有稳固的社区 来支持良好的平台开发的流程 这三点都是非常的重要 首先是安全交易 第二个就是信息化透明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社区 它是非常稳定 非常强大的 客流量也是非常大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可以点击这里去下载 它们的这个白皮书来进行了解 以下呢就是它的一个路线图 路线图 关于它的整个一个发展的过程 还有它们的未来的一些发展趋势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在2020年就创建了这个社区的平台 然后释放了大概是30万个代比通过市场 在2022年以及2037年 还有2023年 它们的未来的一些发展 的一些规划 数码教育 那这边还有DFI的项目 全球慈善项目 Top10的世界市场 将会在Top10的世界市场 全球排名前10的世界市场 去进行上市 这个项目目前的未来的规划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们的团队的成员 主要是这三位 非常有意思 这边还有对它们的这个星级评分 包括它们的个人介绍 它们的职位信息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了解 也可以看有没有自己比较熟悉的创始人 好 这就是它的网页的主要信息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CoreMarketCap 来到这个平台上 去了解更多关于这个代币的信息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点击切换到中文模式 如果你一打开是英文的话 关于DCT的代币 它目前的价格 我们可以看到是2443.53 它的市值 还有24小时的交易量 数值 最大的供应量和总供应量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体现到 那这边还有它的一个数据分析图表 可以看到总览市场 历史的数据 历史的数据 分析等 这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实时的交流 我们的在线用户 它的交流 关于DCT的实时行情 在这里它会有一个简单的说明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 目前DGrey Crypto Token 交易量最大的平台是 LA Token 也就是这个平台 那我们在这个平台可以进行交易 我们先来这个平台看一下 好现在我们到了这个LA Token 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 对我们的DCT的这个代币去进行交易 在这里呢输入到 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全部的 在这个平台上上市的代币 那我们在这里输入我们的DCT 就可以查到我们的代币信息 并进行交易 它是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关于DCT 它目前在本周它会有一些活动 也就是说在本周 它会进行一些奖励 空投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本周呢大家可以关注到DCT 在LA Token的一些相关活动 在LA Token呢 本周它会有一些奖励 一些空投 那我们可以参与进来 以获取更多的代币啊 什么之类的 好的这就是今天 关于DGrey Crypto的一个搜信息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我们下方的订阅 来进行关注我们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